您好 欢迎收看8月30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共同关心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 它目前又长胖了 暴风圈已经扩大到了半径200公里 不算是墙台的下陷 它靠近台湾移动的速度13公里并不算快 但距离尔兰比只剩下190公里左右 等于已经进入南部的海面上了 稍早11点钟 暴风圈也碰触到了屏东横春半岛的陆地 包括花莲 台东 屏东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明天的午夜零点 暴风圈还会逐渐的脱离陆地了 但要小心的是 其实它的外围环流依然会导入丰沛的水汽 所以包括台东 屏东 雨量达到了大豪雨等级 花莲 高雄豪雨 彰化 以南地区 也会有大雨等级发生 意思是就算明天台风离开巴士海峡 请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忽略掉长时间高强度的降雨 稍早在11点左右 它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我们台湾南端的陆地 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距离台风比较接近的地方 其实下雨的比较强的地方 都是距离台风最近的部分 那么恒春半岛的地方 因为距离台风是最接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 下雨的情形也是比较明显 当然在花莲还有甚至在北台湾 尤其大台北跟宜兰这地方 主要有一些台风的风场跟环境风场交互作用 因此也可以看到在北宜兰大台北地区 下雨的情况断断续续的 11点的观测也可以看到 在黄色橙色红色分布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恒春半岛这个地方 这代表平均风有达六级或阵风到九级的地方 除此之外 在南宇 新竹 以北沿海 甚至在金门 马祖 可能都有一些较强阵风出现 相据持续发布路上长风特报 全台各地停班停客室 集中在高雄和屏东 今天是有六个乡镇宣布了停班停客 其他像是在满洲乡常乐村也提前撤离居民 高雄原住民三区以及六规甲仙等地 也先行协助洗肾患者以及孕妇 离开比较危险的区域 气象局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 包括屏东豪雨警戒 花莲 台东也要严防大雨发生 尤其是淹水警戒区 低洼排水不良的地方 都要特别留意积水状况 像是花莲的凤林浴里 台东的陆野 泰玛里 另外 黎岛 蓝雨 绿岛 还有高雄的前镇旗金 以及屏东的低洼沿海 像是东港 恒春 临边等乡镇 每逢台风或是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都特别容易会淹水 务必都要严加防范了 而今晚又适逢年度大潮 南部海域的满潮期 落在今天晚间的六点 一直到八点钟 最高潮位渴望达到两公尺 沿海低洼的住家 要小心海水倒灌等灾害的发生 苏拉台风席台 屏东恒春南湾居民 对一个月前的杜苏瑞台风 还心有余悸 它的结构很坚强 很结实 所以海浪慢慢已经在增大了 怕这个停滑 就是遇到那种大潮 所以在周围一些加强 上一次的台风 你看那个湿头那么大 就可以捡上来 真的很单身 屏东满洲乡常乐村 展开预防性撤离 44人暂时收容在满洲国中 都收好了 准备三车 我们家五个 他现在去上面 撤下面的 先倒一下要那个撤离 大部分的都已经撤离到国中那里 我两三副自己开车的小孩子 我玩一家十八公 泡脚逛市场 高雄迄今因年度大潮 海水倒灌 部分路段出现积淹水状况 积水深度约13公分 两小时后才积水渐退 高雄纳马下桃源 茂林 六龟 甲仙等 浅室危险地区 已将洗射患者和孕妇 预防性撤离 国军官兵紧急动员 测试机具运作状况 并出动胶洲抽水机等救灾装备 随时待命提供防灾支援 大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苏拉台风这一回预计为我们 带来相当可观的降雨 台东山区最多落在300到500毫米 台东的平地也有200到400毫米 至于花莲 屏东山区 以及恒春半岛 累积的总雨量预测 都落在200到3050毫米 今天又适逢开学日 遇到台风搅局 不过台东目前看来 风雨其实不算太大 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还是要提醒大家 海边已经列为了管制区 请勿在前去观浪了 不听劝者可立即开发 上学第一天 小学新鲜人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 开心影像性生活 开心吗 开心 很兴奋也有点感动 对 他们他人生第一次上小学 要记录一下 开学日碰到台风来搅局 虽然台东市区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家长们还是不太放心 下雨要乘雨伞 然后不要走积水的地方 对 然后要注意 有没有危险的地方 不要去这样子 昨天就是跟小朋友 一起整理书包 然后雨具 雨想 跟他说有遇到大雨 怎么处理 要去哪里集合等父母 这样子都要做很多的准备 来到海边 震震强风 似乎没有影响到民众的好心情 遛狗啊 不担心台风吗 好像不会来了吧 现在好 今天浪比较小 不过在离岛的蓝雨和绿岛 都出现三公尺高的长浪 平均风力五级 瞬间阵风达到九级 而台东市区沿海风力也不小 还是不能忽略 苏拉台风的威力 台东气象战预测 接下来雨势会更加明显 提醒民众要避免到山区和海边 确保自身安全 大海新闻 黄文旗 中江坡 邓明仪 台东报道 国际焦点 夏威夷贸与岛在历经了 世纪野火过后 必须要面临众多的问题 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 现在污水样本 以及验出含油本 它非常容易溶于水 包括您喝或是洗澡淋浴 都容易被体内所吸收 短期接触 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 长期还会增加离岸风险 走入拉海纳市区 那场灾难的痕迹 不只磕在眼前所见的一切 还弥漫在五行的空气里 拉海纳市中心 目前除了搜救队 只开放居民进入进行清理善后 因为灾区的空气污染 已经开始产生严重后果 除了空气 水质同样有问题 无色化学物本亦溶于水 短期内接触会出现头晕 恶心的症状 长期则会增加离岸风险 而除了当地居民的健康 周边海洋也难以幸免 读物学家警告 或许要长达数月才能将污染物清除 带来新闻 江玉廷编译 这样的画面或许会让您有点不适 这一条长达有八根八公分的蛔虫 是由澳洲一名富人的大脑里头取出来了 成为全球第一例 人脑当中存在 原本只活在蟒蛇身上的寄生虫 显示人畜共同疾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全球首例 澳洲医院最近从一名六十四岁妇女的大脑中 开刀取出一条长达八公分的蛔虫 连主治医师也吓到赶紧向感染科医师求助 因为寄生虫通常出现在肠道 有脑科手术发现还是人类的头一遭 这并不是我们经常看的 医生医师也会告诉你 当你用人的脑中 你用了一个抑制 你永远不会遇到生存的东西 我们也认识了 其他人在世界中的蟑螂 持有这种蟑螂 所以也认识到其他新的状态 会被证明 所以希望能提高兴认识 报导指出这名妇女住在 有地毯蟒栖息的湖冰地区附近 她经常在湖泊周围采集野菜做菜 虽然跟蟑蛇没有直接接触 但可能误触或吃下蟑蛇的粪便 也可能是吃下被寄生虫污染的野草 进而被感染 妇人最初在2021年因腹痛就诊 后来又出现健忘及忧郁症 经过密切追踪软诊及手术后 幸好已康复出院 医学专家指出过去30年来 全球大约出现了30种新的感染病例 其中75%是人畜共同疾病 这起全球首见的病例 凸显出人畜共同传染病的危险性 戴新闻 吴桂甄编译 车祸过后 一爱人间说的是她 新北市的一名女性 她的器官挽救了8个家庭 这份祝福也帮助了自己 饱受肾病之苦的母亲 休息一下3分钟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她的言伤 很快 。 属于… 对了 。 。 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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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既然告别如毛盈雪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夏季接近尾声了 不过现在全美各地的新冠确诊数 有再度爬升趋势 恐怕就是这一只新型变异株 BA.2.86在作祟 因为它的免疫脱逃能力至今最强 夏日的曼哈顿街头摩肩擦肿 还挂着口罩的人寥寥可数 新冠疫情的阴霾看似早已消散 但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美国疫情升温的主要推力 是Omicron亚病疫株 1G.5 此外 最近又出现一个新成员 格外引起关注 BA.2.86已经出现在美国 丹麦 以色列等地 它可能是至今为止 免疫逃脱力最强的病毒株 就算曾经染疫或打过疫苗 接触到还是可能确诊 好消息是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BA.2.86会导致更严重的症状 无论是哪种变异株 哪种病毒都要当自己的健康守门员 专家建议65岁以上长者 糖尿病 心脏病 心脏病等慢性疾病族群 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 N.95口罩戴回脸上 此外 尽管推出的疫苗并非针对BA.2.86 最起码给了基本保护 专家鼓励民众 替自己的免疫力来个升级 生活才不会再被病毒强迫暂停 大爱新闻抽卡文编译 根据一项统计呢 每十个人就有超过一个人 长期都有头晕的困扰 而您的头晕呢 如果发作的时候 看出去感觉天旋地转 很可能就是眩晕 在眩晕即兴期 必须要照须靠药物缓解 不过过了之后 还有一项的选择 是靠这种前庭复健运动 取得平衡 临床证实是有效的 高龄89岁的陈先生身体硬朗 平时独自外出没问题 唯独晕眩发作 站不稳 怕跌倒 晕眩大概10秒到20秒 过去就好了 来的时候 那个头里面 有那个声音 眩晕特别是指 看出去的景物是会移动 或是自己内在在移动 在旋转 那这样子通常是 所谓的前庭系统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内的管 平衡的器官 跟脑部的这个连结 这当中出了问题 晕眩是一种症状 包括年纪大 有三高 或者脑中风患者 都属于比较后发的族群 主要原因是负责平衡的 前庭系统失调 现在先把你的手靠到左边 头转右边 你的眼睛台上看着你的手指头往 好 来手 到右边 头往左边 这样子 对我用些有作用 我就是看到他讲到那个 可以扫QR Code 然后就影片出来了 就是这个很好 医师将临床诊疗遇到的各种问题 编辑成册 附上条码 可连接到网络影片 教导民众用简单的方法 在家就可自行做部件 国外他们主要治疗 这个慢性晕眩的方法 就是靠复健运动的方法 而不是靠吃药 那特别是一些先进的欧美国家 他们已经做这个部分 做得如火如荼 但是我们国内并没有这样的观念 是否为晕眩症 有赖医师专业判断 但活化前庭代偿的视觉运动 找回平衡感 您也可以试试看 大爱新闻的亚萍 杨俊廷台中报道 一爱人间 是一位新北市的女性 日前因为车祸 而做出了器官捐赠 一爱人间的决定 她总共捐出的器官 能够帮助八个家庭 而本身这位往生 又捐赠器官的戴女士 她的母亲 常年饱受喜慎之苦 也因为她的器权 让自己的妈妈 得到了器官移植的优先权 预计未来几个月之内 就能够等到合适的肾脏了 她是做饮料店的 她下班 有一个 有部车子 她围停 围停在转角 她转过来 刚好一撞 真的不堪一击 医师评估 就算救活 只能维持植物人状态 这时 戴爸爸做出痛苦抉择 决定替女儿做器官捐赠 要两次判定老师 才能够理 她说 我说 这个时间要强快 因为救人这种东西 不能等 也不能脱 戴小姐捐出心 肺肝等八项器官 拯救八个家庭 爸爸真的很勇敢 又很坚定 那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 两位夫妻都有签 弃绢卡 所以对这个部分 都是很了解 我们就只是在旁边陪伴 其实我们 比较不会说 我们是劝木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 陪伴的角度出发 有着秀妻外表 她是戴爸爸的掌上明珠 女儿生前曾勇敢表示 愿意弃捐给 洗肾多年的母亲 这回弃捐手术前 亲友诚询问 能否让戴小姐的肾脏 直接给妈妈 我进一步确认就是 过去并没有接受到 这样完整的 移植前评估 即使是亲属的移植 仍然会有一些 排斥的风险 那所谓排斥就是说 进到新的身体来 她觉得这不是我的肾脏 我要用我的免疫力 把她给消灭掉 当然说这种状况 如果发生的话 肾脏失去功能 那就会非常的遗憾 女儿弃捐大爱 将回报给受 肾病之苦的戴妈妈 因为人体器官移植 分配及管理办法明定 家中如果有人弃捐 三亲等排移植 有优先权 相信戴妈妈 应该很快就能盼到 合适肾脏 拿着女儿生前 最爱的玩偶 仿佛她没有离开 三十一年妇女圆禁 往后的日子 带爸爸必须用 无尽的思念来疗伤 才三十出头 她有梦想 理想 她有时候要去哪里玩 都完全破灭了 器官捐赠观念 越来越多人认同 只是当前交集等待的个案 高达一万一千一百多人 尽管家属要做出 弃捐决定 肯定天人交战 但失去的生命并不是离开 告别当下也是重生的开始 大爱新闻 林国新张略嘉 台北报导 现在您画面中看到的是 台北的捷运站 而在稍早的八点多交通尖峰期 一列淡水信一线 开往淡水列车 上午在行经这个建坛站的时候 突然车厢里头冒出了大量白烟 还有旅客反应 闻到了烧焦味 感到非常紧张 而北捷事后透过文字讯息表示 列车是因为发生了推进系统故障 才会启动摩擦刹车 才会产生些许的烟雾 目前这个异常状况都已经排除了 全线也恢复正常的营运 另外一起意外也是关于 地铁大众运输系统 是发生在纽约 纽约的知名地标时报广场 突然成为了灾害第一线 您看到的是地下铁的月台 突然变成了瀑布 而路面也是严重的塌陷 仍然是有一条百年历史 大水管突然的断裂了 使得月台瞬间淹水 列车被迫停舍 影响乘客多达有30万人 第一铁站瞬间下起了轻盆大雨 轨道全泡在水里 地下铁宛如地下河流 让仰赖通勤的民众是叫苦连天 目前还在调查真正的原因 但各界推测和管线太老旧有关 因为纽约市现有的水管 总长度加起来有1万多公里 足足可以从时报广场 拉到了日本东京 不过基础建设缺乏定期的维修 又太过老旧 纽约平均每一天都会有一条的水管破裂 如今这一条百年高龄的水管毁坏 也引发了地铁瘫痪 阻碍部分的路上通行 今天是台湾中小学的开学日 不过在乌克兰的学童 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有上千所学校 因为战火彻底被摧毁 其余校舍还完好的 也等不到上课的这一天 他们在疲惫要记得 如何读读和写 如何做基本的研究 而且也在疲惫 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继续游戏 直到57%的学生 在学生的证据 在学生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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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到学校实体上课 联合国表示 这是新冠疫情加上战火 让很多的乌克兰学生 已经连续四年 没有办法好好上课了 学习的能力大幅下降 错过了吸收知识的时机 词曲统对nsin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我爱玻璃市 而关于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 也请您锁定今天下午三点钟的大爱新闻快报 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